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finally要做一个Sarlene Video了 其实我想了很久,要做一个Sarlene Video since我下个礼拜就是要launch这款 work from home club 的sweater so,这一个sweater set 给大家看,看裤子 就是一起的 这sweater set其实会在 下个礼拜一就是7月6号就会launch so,don't forget to follow hey mother checkers for the latest update anyway,back to the topic 我其实本身很喜欢穿sweater 就是需要launch一个sweater上去 因为很,它感觉就是很舒服很自在 然后就不用烦 然后要找一个版型好的一个sweater 其实讲容易也不是很容易,难也不难 可能我本身就会买那一种男版的吧 就可能给自己比较宽松一点的感觉 我会买可能ML size这样子的 所以oh yeah,我现在就是穿着ML size actually 这一款其实我们就是整个team也想了很久 这个版型也改了很久 才会得到这样子的感觉 anyway,我不要再为自己打广告那么多 其实就是我要怎样去style这一个sweater呢 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okay,我第一款就是穿着全身的m i mother checkers的 oh my god,我的美美很差 anyway,我第一款就是这样子啦 就是sweat shirt搭配短裤 anyway,第一款就是 全身黑白的chacers不用烦 全身全白 就算你不是买这一款也没关系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普通的白色sweat shirt 还是黑色sweat shirt 还是whatever colorsweat shirt 你上半身跟下半身同 这个颜色是一定不会出错的 我本身会喜欢搭这种长袜 是不是很可爱 来,所以全身同一个颜色的话 一定是不会出错的 可是你袜子可以不用全身一样color啦 不然你会像Telitabee这样子 anyway,我现在穿的就是 就是很可爱的球鞋 就是比较素色的 如果你想要穿不一样颜色的鞋子 看起来很可爱哦 如果你是穿素色的 然后只要focus一下脚脸 就是找一个focus的点 不是鞋子,就是包包 Alright,next ok,next就是 穿上比较紧的一个active shorts 其实这一身就是我平时会穿的 因为我很常运动 然后我运动也是蛮喜欢穿 比较短的一些运动裤 因为可能很热 很简单就是一个sweat shirt 还有一个这种短的active裤 Alright,第三套 我换上了这一种比较花俏一点的裤子 这我就比较不像一直去运动的感觉 然后casual到来也是有点chic 还有会搭上这一种sling bag 看起来很可爱 这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就算同一款sweat shirt 也可以穿出不一样的感觉 the fur look 就会搭配一个喇叭牛仔裤 它本身是觉得这种 这样子穿也是蛮好看的 比较casual 跟上一次可能这个就比较成熟一点吧 Ok,the fifth look 撞色的搭配也蛮不错好看 Ok,last一个就是搭上西装裤 看完这个video是不是觉得sweater可以被style成很多种感觉 大家可以留言一下哪一个是你最喜欢的style 然后如果你们穿上这种style的时候 Don't forget to tag me on Instagram And yeah,I guess that's about it Hopefully in the future我可以做到更多style video 我觉得我会做到更好 因为我会invest一个比较好一点的tripod So,你可以看到我整身 Anyway,don't forget to like,subscribe Tell me which style that you like And I'll see you next Thursday Bye 唉,styling video就是这样子 就是很乱 我现在就要着方了 Just不会 ان继续的